這是電瓶的位置 位置會有所不同 有的是在腳踏板這邊 電瓶 它這邊要我們注意的就是說 這種電瓶呢 不需要去檢查電瓶液 或者補充蒸餾水 但是需要檢查電瓶的接點狀況 必要時呢要給予鎖解 是這個螺絲會鬆掉 不可試圖取下電瓶上的密封蓋 這樣子會使電瓶永久受損 那啟動車輛引擎的時候呢 若感覺啟動馬達 運轉遲緩 那就需要去檢查電瓶應該是 受命到了 它這邊還強調 啟動引擎的時候 若感覺 啟動馬達 運轉遲緩 那就是要到 保養廠去做處理 以免 電壓不足 造成無法啟動引擎的狀況 儀表板部分的話呢 儀表板部分呢 位於兩側 方向把手的中間 我們來看一下 以這台車來說呢 他會顯示 時速表 時鐘 引擎故障警示燈 汽油油亮表 機油更換時間 旅程 機車的部分大概就這幾項 他這邊也註記 引擎故障燈 亮的時候呢 要回機車行進行檢查是否有異常 機油更換燈只是燈亮的時候呢 要回機車行進行車輛保養 這是 腳架部分 要把支撐住車子的時候你要特別地上霧 比方說呢地上不是很堅固的情形下 你停車的時候你就要注意一下 輪胎部分 當然就前輪後輪 那目前車子也有一些是前面兩個輪胎的 資料目前是沒有輪胎部分 我們騎機車就是加速嘛 加速的動力 那油門放掉呢 就是減速的煞車 能有效的 傳達到地面 使得車輛呢 在動作的時候會有牽靈 還有自動的性能 最重要的還是能自稱重量 乘坐的時候 會舒適的功能 輪胎的胎紋 有排水的功能 避免車輛遇到積水 而失控打滑 這個非常重要 這是胎紋部分 輪胎上面有四個號碼 1519 就是代表 2019年 第15週出產的輪胎 這個也要稍微注意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什麼是晴雨胎 晴天胎 雨胎 還有熱熔胎 半熱熔胎 複合胎 哇這個非常詳盡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貪了些什麼 哇後輪好像暴胎了 趕快牽去機車行給老闆看一下 老闆我輪胎好像暴胎了 是啊我幫你上架檢查看看 你看 基本上交給車行老闆判斷來說的話對不對 會依他戳到釘子的大小 寬度 看看補胎條也沒有辦法去補到他那些的範圍 你要是補胎條補不到 太過於長寬的話 那當然這種輪胎就是不能補的 那如果是釘子類的補胎條 一定是進得去 那前提也是要看輪胎的好壞 你要是這一個 叫磨號塊 跟胎面貫通來說的話 就是代表你的輪胎是該換的程度 最主要是看旁邊 磨號標誌來說的話 這裡都會有一個箭頭 三角形的這個箭頭 他比的這個地方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磨號塊的顯示 做輪胎 是否與更換的判斷來說的話 就是看這一個 你像這一條已經磨到 他的警戒線都沒了 那當然就是建議客人 直接把它換掉 你也不需要再去做補胎的動作 因為你 繼續再補 說實在的話補胎條 沾黏的 那個厚度 也會比較差 而且現在正補法規規定 磨到這個程度 就是一定得做更換 要不然監理機關是 會做開拔的動作 輪胎分的種類來說的話 其實房間最常見的 就是所謂的 琴胎 雨胎 或者是這種就是偏向琴雨胎 那這是三大種類 那還有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叫 倒入 就是通勤用的輪胎 這種花紋比較偏稀少來說的話 就是所謂的琴天胎 他接觸路面面積 會比雨胎還要來得多 那麼雨胎來說的話 其實顧名思義 他們就是做排水源多了一點 會去做排水性 那琴雨胎來說的話就介於這兩個 的中間值 這樣 要依挑花紋來說的話 琴胎雨胎相信從胎紋這邊分 就是可以直接分辨的出來 它的區別點在於 它採用的膠質的不一樣 那麼熱龍胎的膠質來說的話 它的那個熱胎 速度比較快 黏性比較充足 可是相對的磨耗 一定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還有所謂的半熱龍系列來說的話 就是要改善熱龍胎磨耗速度太快的問題來做解決 可是它的熱車速度就會相對又比較差一點點 那麼外面房間還有一種叫 複合胎材質來說的話 它做的 中間它是做比較耐用型的 那側邊就是 比較偏向熱龍胎的膠質 讓你可以到達你中間磨耗 很慢 可是側邊又有一定的抓地力 比較要激烈操駕啊 或者是有在騎山路來說的話 它們挑用的輪胎都比較偏向熱龍胎 你像譬如說像一般通勤族來說的話 它當然要求它的輪胎 的使用壽命上 需要長一點 花費才會少一點 換句話說抓地力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可是 耐磨性就會好很多 那如果喜歡 出遊啊 上山啊 它去山區這裡 這一類騎車人 都會比較推薦它使用熱龍系列或斑熱龍系列 因為才會有足夠的抓地力 避免 過彎的時候 那個輪子的抓地力不足 而去影響到 騎乘的安全 首先輪胎上面的這一個 這裡有打產地的名稱 Made in Taiwan 這就是台字的 那緊接著再往下看 這裡有所謂的組裝方向 就是輪胎的滾動方向的那個分別 像這一條輪胎它是單方向來說的話 你組裝就是一定要朝著 輪子滾動的方向做組裝 這裡會有四個 號碼 這個號碼相信就是很多人很好奇的 這個叫輪胎的生產 日期 後面這兩個19代表的是年份 前面這兩個數字19代表的是週期 換句話說它就是 2019年的第19週 生產出來的輪胎 這裡有打一個C922 這就代表這一個廠牌的輪胎 它的型號是什麼 旁邊 有所謂的這一排 數字 這個就叫規格表 130代表的是 胎面的寬度 用mini下去做計算 那麼70的部分 代表就是輪胎的 厚度 12來說的話 代表是輪胎的尺寸 這個就叫12吋輪胎 那麼輪胎上面有51 跟L 它分別代表的是所謂的載重 或者是L部分來說的話代表的是所謂的 它可以承受的最高時速的意思 最大速度 120kmh 就是你時速來說的話 它能承受到120kmh 那麼再往上 當然就是比較不建議了 底下還有一個32PSI 這個基本上是 冷胎時 建議打的磅數 胎壓的意思 基本上輪胎有它自己的那個 建議售價在 當然也是要考量到所謂的拆裝的難易度 你如果車上有比較 複雜性的裝置 例如後碟版本 或者是ABS 拆裝的工資 相對就會往上再多拉一點點 那前後輪的分別當然也是有 也是有相關所謂的拆裝的難易度 其實大多數坊間的行情都落價在400-800kmh 這個不等 那相對的如果是大型重機的話 它的價位還會再往上再拉高一點點 OK 我講的就是普通所謂的 蘇克達補分 對 好 其實這段影片講的 很棒 不過教練這裡要補充兩點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輪胎 破了以後呢 它會慢慢消氣 那慢慢消氣的過程中呢 你車身就會晃動 會搖擺 尤其在轉彎的時候 你車身會改變角度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車身就會有點不穩的現象 那就是輪胎 在消氣的 消氣之後呢 當然是要找那個 輪胎行去補胎嘛 那如果消氣很嚴重的話呢 就不要牽著走 因為牽著走的話輪胎它會磨損 磨損到最後呢 這個輪胎磨損太嚴重的話 就沒有辦法補了 就是整顆輪胎 就 報廢掉了 另外一件事情是補胎 他剛才談到補胎條 補胎條的話呢 就是像一條那個 怎麼說呢 怎麼形容呢 這個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單位我們就可以知道什麼是補胎條 汽車課程我們有談到補胎條那我們來看一下在哪裡 在這裡 第八 因為我們機車是沒有備胎啦 我們機車是沒有備胎但是以前機車有備胎喔 以前的那個Skuda 維斯牌機車它是有備胎喔 備胎各位如果有機會在網路上看到維斯牌 我也是排那種機車它是有備胎的 那現在都沒有備胎的 汽車也是一樣 以前有備胎現在也沒有備胎 一張圖是刺到螺絲釘 好那上面這個就補胎條 補胎條就是類似 一個好像 橡膠軟軟的 條狀型的 把它塞進去那個洞 那個那個破洞裡面 那個工具拔出來之後那個補胎條就 附著在輪胎上面 那經過壓力的話它就跟 橡膠融合在一起 那就輪胎就補好了 那會比較快 下面這個 內胎 從裡面補的 好像因為好像我們那個什麼狗屁膏 那個有沒有 把整個輪胎全部拆掉鋼圈的拆掉 從裡面補的 那哪種比較好 上面這種補胎條比較簡單 比較便宜 下面這個比較貴 因為要拆輪胎啊 但是我是建議學員 一定要用這種方式去補胎 不要用補胎條 補胎條的話呢 他會有 漏氣的機率 可能你騎一個禮拜或者騎一個月以後呢 他會慢慢泄氣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用下面這種方式 用 從裡面補的 好這是輪胎部分 增加一些姿勢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米其林他們推出的 它是 不用打氣 不用灌紅的 一道開車不必充氣的輪胎 您看過嗎 法國大廠米其林最新研發的無氣輪胎 已經獲得法國郵政採用 這一款新型輪胎不必充氣 當然也不會暴胎 法國郵政的送信公務車 緩緩開了出去 乍看跟一般的車沒什麼兩樣 但仔細觀察 輪胎是中空的 這是輪胎大廠米其林的新產品 無氣輪胎 米其林過去幾年就開始研發無氣輪胎 如今已正式與法國郵政簽約 二十七號三輛郵政卡車率先安裝 上路 並預計在二零二四年之前 安裝在約四十輛郵政車上 這是新型的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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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國 美其林他們開發出來的 其實感覺上是不錯啦 但是還要使用一段時間 才知道它到底合不合用 這是很多產品都是這樣子 剛設計出來覺得蠻不錯的 不過用了一段時間 很多你沒有想到問題就會跑出來了 所以買東西包括買汽車買機車都一樣 剛出來的車子 先不要急著買 讓市場呢 過一段時間 它就會有 有些問題有些回饋 你才知道這部機車或汽車 那你不耐用 實不實用 設計是不錯啦 好接下來這個是腳踏車的部分也是一樣 它用填充物 填充物就是說 它把輪胎裡面呢 填上了一些類似發炮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充氣了 是不錯啦 不過呢 還是一樣要時間來 來證明 民國 70幾年的時候呢我們台灣有花明展 那聽到花明展 大家都覺得好像還不錯 沒有錯 以前那個年代是真的很有趣啊 但是花明展的東西賺到錢的人不多 不多 那都是一些通俗的花明家 那曾經有一個輪胎呢 我在電視上看到報導 那我就 到台北去看一下 在世貿展 他們輪胎啊就是機車輪胎 那它上面 刺了很多鐵釘 那拔出來 拔出來之後呢輪胎竟然不會消氣 很奇怪對不對 對很奇怪 教練也很納悶怎麼那麼厲害 聊天聊了一下 因為他是機車行的老闆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很多人就是騎機車 爆胎 摔車 摔車的話呢 一般都是鼻青臉腫 但是如果不幸的話呢 後面有一輛貨車或者大行車過來 他就GG了 所以他就是一個起心動念就設計這個 輪胎出來 他的原理呢就是把輪胎內側塗一層矽膠 厚厚厚的矽膠 那你鐵釘刺下去再拔出來 他矽膠呢 會把那個洞 破洞 把它堵住 把它塞住 那就不會洩氣 原理是不錯 那實際上 感覺上 應用上也很棒 問題是 為什麼 現在各位沒有看過 那我們要知道一個重點 橡膠 矽膠不一樣的個體 它也沒有辦法完全融合在一起 附著在上面 是值得考慮的喔 可能你剛塗上去的時候它是可以黏住的 但是使用過一段時間呢可能會脫落 那脫落以後呢 你輪胎在滾動畫面 就會有偏心的作用 會晃 不會穩啦 而且呢 成本也很高 這是 這是教練的想法 後來大家 目前市面上 就沒有看到這張設計 這張設計 這個影片呢 他寫的長姿勢 機車前後煞車什麼時候該換 我們也來看一下 通常一個輪胎的這個壽命 大概多久 送命喔 對啊 那你前煞 和你的比例 重不重 那如果正常騎的話 7-8000 7-8000 那前輪跟後輪哪一個會比較容易摸身 後輪 後輪 要放門 而且也沒有門 重心就要放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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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要磨什麼 就是他胎邊會有糖膠 把它磨在那裡 瘋 喔 這是在噴什麼 看有沒有 胎邊有沒有漏氣 呵呵 檢查一下這樣噴 那如果他漏氣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就是會起泡 喔 我們現在換是那個後煞車皮了 我們現在換是那個後煞車皮了 要怎麼樣子看說好像需要換這樣 看這裡的距離 距離 因為他轉到底的時候就是已經模糊了 沒有在這裡 沒有那麼好 然後對 已經壓到底了 他已經緊繃了 呵呵 所以他這壽面也是看你自己每一個人的這個使用狀況這樣子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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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掉頭 你看他生鏽擦死 那這樣前輪跟後煞車總共多少錢? 兩千 兩千塊 好 謝謝 好 談到費用的話呢 會有所出入啦 好 那我們要補充的是就是說 他剛才談到的煞車皮的壽命 動皮的壽命 當然這個煞車皮的壽命呢 多久才能換 限制到你的使用率 我們騎機車 是說加油 前面有狀況放油 油門放掉之後就慢下來 慢下來之後呢 你就不用到煞車了 那如果你騎太快 跟前面車跟太緊 他煞車他結束你就馬上煞車 這樣使用頻率就會高 所以呢 你煞車皮就會 壽命就會比較短 其實這個蠻有趣的 跟我們動物也一樣 我們知道 烏龜壽命很長嘛 但是他是慢慢爬 慢慢動 對呀 慢慢動 也是一樣 騎機車開車都一樣 不是踩煞車加油踩煞車 要適度的放掉油門 這邊要提醒各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花蓮驚蟲的車禍 汽車前輪爆胎失控 當年幣 那我們來注意看 他是爆胎嗎 我們仔細看一下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為何會摔車 他是左手舉起來 舉起來之後呢 他要好像要服務那個安全帽 結果右手就晃動一下 晃動之後呢 他沒有辦法把車輛穩住 所以我們這邊要提醒各位學員 騎機車絕對不要單手 他如果今天雙手 還是沒事情 因為我們放掉 雙手還是穩住我們車輛 但是單手放開的話呢 又加上爆胎 他沒有辦法把車輛穩住 就摔車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機車內部的結構 內部結構 我們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時間上關係 不能 好這是教練在機車場拍照的機車 就是把機車整個全部拆掉 那外表是裝了一些 這是塑膠殼 塑膠殼 那油箱呢 一般都放在這裡 那這是引擎部分 好這是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從另外一邊拍的 懸吊系統 懸吊系統 就是連接 車輛跟車輪 減少行車時 產生的噪音 還有彈跳 還有震動 這樣子的話呢 會比較安全 更舒適一點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呢 跟你講 那個做起來就很奇怪了 好這是引擎部分 引擎部分 這個也把它解剖出來了 他這邊有談到喔 是把燃燒的汽油 獲得的能量轉換成動能 轉換成動能 動能 空氣濾清器 為什麼空氣要濾清 因為空氣跟汽油混合體 兩個混合之後呢 要噴進去燃燒室裡面燃燒嘛 那空氣要過濾啊 不然空氣就有雜質啊 雜質之後進去氣缸裡面 他就會把噴嘴 塞出了 那就比較麻煩了 他一定要過濾 過濾 所以 如果 我們的車子 我們經常出入工地的話呢 會有灰塵嘛 所以這個都要清 都要清 這個也是一樣 看到沒有 濾清器 汽車跟機車都有 都一樣 就像口罩一樣 就像我們人戴口罩一樣 接下來 自動變速 自動變速的車子 那就是什麼 煞車拉桿 那煞車拉桿呢 在方向把手的前面 左右兩側 左邊呢 是控制 後輪 後煞車 右邊呢 是控制前輪煞車 煞車器的操作 就是透過 操作煞車拉桿 減慢車輪的轉動 讓車輛減速 停止 自動的系統 減速 減速 先減速嘛 再慢慢煞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擋車 擋車 擋車就需要換擋 要換擋 那擋車又不一樣了 煞車拉桿 還有煞車器 下面這個就是煞車器 在我們的方向把手 右邊 右邊是控制我們前輪煞車 前輪煞車 那左邊呢 左邊是控制離合器 等一下我們會彈 好擋車的腳煞車還有煞車器 那也就是說擋車的話 右手是控制前輪 那右腳呢 右腳是控制我們的後輪 右腳煞車後輪 所以它的操作模式是不一樣的 那離合器拉桿呢 還有換擋踏板在哪裡呢 就在我們左邊 左邊左手這個拉桿 這個把手拉桿就是離合器 你在換擋的時候呢 你要先把那個拉緊 拉緊才能動力脫離 脫離的時候呢 你才能換擋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彈 好換擋部分就用攪換擋了 用攪換擋 往下踩 或往上勾 就是換擋部分 好這是散熱裝置 有風扇 它轉動的時候呢 會帶動風扇來散熱 引擎在工作過程中呢 因氣油連續燃燒 會不斷產生提高它的溫度 很快的話呢 就會失去它的作用 所以呢必須要冷卻的裝置 這個散熱裝置呢 它是類似風扇 可以把那個冷空氣吸進去 所以在騎車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這樣穿長裙的 或者穿輕便型雨衣的 要防止它捲進去 這個特別要注意一下 好這是 前面這邊是氣缸 這是噴油的系統 還有皮帶 皮帶的話呢 就是要拉動後輪 後輪 這是整個組成就是 變速箱的機構 好這是變速機構 等一下我們會有動畫 好那驅動方式呢 有皮帶驅動方式 像目前我們看到的是皮帶 那我們腳踏車是用什麼方式驅動的 我們腳踏車是用鏈條 那噴射公油系統 公油就是油 讓油到引擎裡面燃燒 用什麼方式進去的 以前是用化油器 那現在是用噴射的方式 用噴的啦 最大的差異在噴射公油系統 實際上需要的狀況 給予適當的油量 還有呢 點火角度的控制 確保引擎獲得最佳的效能 比起化油器更環保 減少污染 還有呢 節省油耗 所以目前已經沒有化油器這個東西了 化油器這個東西已經沒有了 排氣管 排氣管就要排氣嘛 把廢氣排出來 那為什麼會有廢氣 因為引擎把汽油燃燒之後呢 會產生廢氣啊 要排出來 就像我們人一樣 我們人吸進去 呼吸 呼吸進去 要不要吐出來 要啊 吸氣吐氣 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電動車部分 電動車呢 省略掉內燃引擎 那內燃引擎裡面又有燃料系統 進氣系統 排氣系統 以及點火系統的裝置 那如果跟燃油車的成本比較 它有相當大的不同 那電池呢 以及電動總成呢 佔了電動車的40%以上的成本 那其次呢 是電控電機 約10%到20% 其實家人在想的就是說 產品的設計還有改良 一般很多東西都一樣 用了一段時間呢 就會有所改良 因為也是缺點會跑出來啊 所以延伸了電動車這個產物 因為它比較環保 那製作也比較簡單 但是目前的話呢 還是有改良的空間 因為產品都是這樣子 我們從它的歷史角度來看 每一項產品都會一直改變 產品的設計都是如此 電動機車的外觀 看起來跟燃油車完全是一樣 這些都是必要的配備 那至於置物箱裡面呢 就裝電池 機車內部的結構 因為廠牌不一樣 機種不一樣 也會有一種差異 那這邊就顯示 備用電池 主控制器 馬達 冷卻系統 這是電動車 整部拆掉的照片 那這個是公本的資料 車輛基本的運作 動力的系統 我們看一下動力系統 我們先談一下腳踏車 其實 我們把機車跟腳踏車放起來比比看 就是要讓兩個輪胎轉動而已 要讓兩個輪胎轉動 就是透過我們人去踩踏 去踩踏那個腳踏車踏板 那就轉動 那機車 要讓那兩個輪胎轉動 是透過什麼 透過汽油 要用什麼方式讓汽油 變成動力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動畫 現在網路很方便 來我們看這張圖 這個動畫 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有123 1 1的話 就進氣形成 進氣形成 那進氣形成的這個氣呢 是油氣 汽油 跟空氣混合進入氣缸裡面 我們看一下喔 1 他這個沒有辦法停止 吸氣 壓縮 壓縮之後呢 就點火 第二個形成就壓縮嘛 壓縮到最頂點 最頂點之後呢 第三個就點火嘛 火星塞就點火 那火星塞點火會產生怎樣 會爆炸 爆炸的時候呢 就往下推 爆炸 往下推 往下推 就是動力形成 那往下推之後 燃燒完之後的廢氣要排出去了嘛 所以呢 他就 我們注意看喔 爆炸 廢氣 排出去了 一個是進氣 又是排氣門 火星塞在這邊 那輪胎就動了 這個動作跟我們踩腳踏車有沒有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我們讓 汽油燃燒 產生這個動作 在引擎系統的部分呢 剛才講的就是說 燃料在引擎裡面燃燒 產生動力 就成為內燃機 那有內燃機就有外燃機嘛 那什麼是外燃機 外燃機就是蒸氣火車頭 蒸氣火車頭燃燒煤炭 把水燒開來 燒開來之後呢 水就有水蒸氣 水蒸氣就有壓力嘛 壓力也是一樣 推動活塞 活塞動了以後呢 就像剛才一樣有沒有 好像那個 踩腳踏車原理 也是一樣的道理 也是一樣的道理 往護式的引擎 旋轉嘛 那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談到那個 扭力 就是動力形成 爆炸嘛 好進氣門 排氣門 火星塞 那這邊叫燃燒式 進氣門的話呢 把空氣 跟汽油 混合在一起的那個 噴進去氣缸裡面 好 那這個動作呢 也就是剛才我們 談的動作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這邊就不再囉嗦了 不再講了 因為 這個也是動畫 那剛才那個 也是動畫 好 那我們 這個是進氣門 往下拉 吸進去了 往上推壓縮 往上推壓縮 壓到最零點 爆炸動力 往下推 要讓輪胎動 我們知道 要有人力 那有什麼 有化學能 就是汽油燃燒 那另外一個呢 馬達 馬達動力也是旋轉的啊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就產生了 電動車 還是一樣轉動 只是他靠電 讓馬達轉動 來驅動車輛 但是結果是一樣 方法不一樣 結果一樣 那一般我們可以看到 冷卻系統 機車也有冷卻系統 一種是水冷式的 一種是氣冷式的 那一種是油冷式的 那水冷式的 水冷式就是把 循環水或任何液體 循環在氣缸裡面 把引擎產生的 廢熱 由循環水帶走 應該這麼說啦 水冷式的就是說 水在引擎裡面循環 那循環出來變熱水 透過散熱 再變成冷水 再進入引擎裡面 因為引擎溫度不能一直升高 一直升高的話 就會 縮鋼 那這種 在機車部分呢 是比較屬於 應該說是 CC數比較多的 機車才會用到 一般我們的機車是用不到的 我們一般的機車是用氣冷式的 空氣自然 自然散熱 重機的話會用到 水冷式的 用水來散熱 氣冷式就是用空氣自然散熱 那這邊有強制氣冷空氣 量大一點就是這裡 就風扇啊 他會把空氣吸進去 那我們剛才談到了 騎車的穿著 有些女孩子穿長裙 而且又是飽飽的那種 夏天 洋裝很薄 那就會很容易 把它捲進去裡面 所以這裡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是一般的機車 像125那種機車 都有 都是氣冷式的 油冷式的是什麼油冷式呢 這是看到沒有 油冷式 讓什麼油來冷卻 機車裡面也有機油啊 他就是把入滑油 把機油 透過管線引導到外面來 讓風來把油散熱 那再回流到引擎裡面去 來達到散熱的效果 那這個冷卻方式呢 不太容易出問題 只要機油的Pump 就是讓機油循環那個機械 不要受損 機油呢 打出來之後呢 就流出來之後呢 又透過管線又流回去 所以不會有所問題出來 好剛才是三種冷卻方式 接下來傳動方式 傳動方式我們也講過了 皮帶嘛 傳動方式最主要的功能是 將引擎動力 依照路況還有載重的那個因素 傳到我們輪胎上面 驅動我們的輪胎 前進或減速 鏈條式的就是擋車 一般擋車都是鏈條式的 跟我們的腳踏車原理是一樣的 用鏈條來帶動我們的後輪 帶速跟加速 什麼是帶速 帶速就是說 發動引擎之後呢 不要加油 叫帶速 加油 速度變快了 那變快之後呢 會有什麼情形產生 我們來看這兩張圖 下面這張圖呢 是帶速運轉 看到沒有 它前面的那個圓盤 直徑比較小 那個距離就知道了 那這邊是加速了 加速因為這個結構裡面呢 會有離心力啊 離心力之後 往外推 所以呢 它的直徑就變大了 直徑變大了 後面就拉動了 就變得比較快 好,試試看喔 發動車子喔 好,現在是賽速 還沒有要拉動後輪 好,接下來要加油了 好,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它加油之後呢 這個圓盤就變大了 因為它裡面有個設計 透過離心力的關係 所以加油 前面直徑變得比較大 就拉動後輪了 好,這是無段數變數的原理 好,剛才這個就是變數箱原理 我們這邊就不看動畫了 我們就不看了 這個是有動畫啦 好,有動畫 擋車 擋車我們剛才講過了 它前面還是左右兩個把手 但是呢 不是煞車了 右前是 煞前輪 左邊呢 左邊是離合器 換擋的部分呢 在左甲 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 右邊呢 是腳煞車 所以呢 你的右腳 跟右手 都是控制煞車 左手 跟左腳 是控制 換擋的部分 我們來談一下它的傳動原理 因為很多學員 擋車 會熄火 那就覺得擋車很難起 那我們了解一下擋車的原理 引擎出來的動力是旋轉的 那會通過 A、B兩個圓盤 那你離合器拉緊狀態 就是踩離合器 拉緊狀態 就脫離了 那個 左把手把它拉緊 就會把 那個離合器分離 那B B的圓盤旋轉的話呢 C它就旋轉了 D旋轉之後呢 它會透過鏈條 在動輪胎 接下來這個圖呢 引擎在發動中狀態 我們離合器還是拉住 拉住的時候呢 離合器兩個就分開了嘛 所以呢 A在旋轉 那因為分開的關係 B的後半段都不會動 那各位想想看喔 這個時候是空檔狀態 好 那我們把離合器放開 離合器放開的時候呢 C它就在旋轉了 那因為是空檔關係呢 所以呢 D就不會轉動 輪胎也就不會轉 各位想想看喔 現在C在轉動 D沒有在轉動 我們可不可以入檔 當然不行啊 這樣入下去的話 你的齒輪就會壞掉啊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離合器拉緊 拉緊之後呢 動力就脫離了 脫離C的齒輪就慢下來了 這個時候我們才能換檔 做換檔動作 做換檔動作之後呢 離合器放開 車輛就走了 就走動了 沒有錯 那為什麼會熄火 因為你放離合器的時候 要慢慢放 因為車身是重量壓著 它瞬間沒有辦法拉動 瞬間拉不動 它會慢慢拉 所以你離合器要慢慢放 擋車會熄火 就兩個原因 第一個離合器放太快 還有呢 換錯檔 這兩個原因就會造成熄火的狀態 那變速箱的原理的結構 跟我們腳踏車一樣 大小齒人在互換 離合器放開的時候呢 你發動機車會怎樣 往前衝啊 所以擋車的話呢 發動機車一定要把離合器拉緊狀態 拉緊就是讓動力脫離 你才能發動車子 要看這個影片之前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這邊是我們的左手 是控制離合器 拉緊的話呢 是離合器脫離 放開的話呢 是離合器結合 等一下影片會有加油的聲音 也就是告訴我們學員 起步的時候呢 你在放離合器的同時呢 你要稍微加點油 這樣子的話呢 起步才不會熄火 也比較快 我們來聽一下這個聲音 好 這是擋車 空檔在這邊 空檔在這邊 那一檔的話呢 往前踩 一檔 那二檔的話呢 往上坡 往上坡 二檔的話 它會經過空檔 不過你要用力一點 二 如果你力量太小的話 它會回到空檔 那再往上坡 空檔 那是沒有進去 所以離合器放開一點 沒關係 放開 好 進去了 三檔 再往上坡 還是一樣 四檔 五檔 往回踩的話 就一樣 四 三 像這樣子的話呢 離合器就放開 就是你的把手再放一點點 它就跳進去了 就是齒輪跟齒輪 沒關係 好 再往下踩的話 就二 好 那你再踩下去 就會經過空檔 你太用力會經過空檔 所以你踩一點點的話 就有空檔 踩一點點 空檔 你再踩下去的話 就是一檔 它的檔位是這樣子 一檔 好 這是我們檔車的介紹 好 一樣齁 離合器慢慢放 離合器把手慢慢放 好 動了 換二檔 離合器 好 記得要離合器要拉起來 然後要把手拉離合器 好 要把手拉離合器 好 這個是擋車操作 教練剛才講的 你要起步的時候呢 要慢慢放 那這邊有一二三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放離合器的動作 把它分成十等分 分成十格就對了 我們這裡有三部車 一二三 那一號車呢 它放離合器 放到第三格 它就要拉動你的 那二號車呢 放到第六格 那三號車呢 放到第九格 每一部車的離合器的那個 接觸點會不一樣 所以呢 你要慢慢放 抓它的點在哪邊 這樣子的話呢 就比較不會熄火了 每部車都會有所差別 不是完全一樣的喔 好 煞車系統部分呢 那這個是煞車骨 煞車骨 那煞車骨 我們看一下 這個叫煞車皮 動培亞 動培亞 煞車皮 跌式煞車 機車的部分呢 前跌後骨 那跌式煞車就是這個 這個樣子 煞車的時候呢 推動油壓 那油壓呢 再推動活塞 再把那個煞車盤啊 跌盤啊 把它卡緊住 它這邊啊 有些 跌煞的原理 透過 巴斯卡原理 將煞車力道放大 通過呢 溢壓 就是油壓 就是油壓 傳達出去 使得卡鉗呢 能夠夾住 跌盤 產生煞車的力道 這是它的動作 就是用油壓 用油 那骨式的話呢 骨式的話就是用 鋼線 鋼線 鋼線拉緊 這個可以搜尋一下 各位呢 找時間進來搜尋一下 時間的關係呢 教練有把這個連接點弄好了 那你們點進來看一下 就知道 碟式煞車 骨式煞車的作用 是什麼一個情形 接下來我們也談到ABS 防鎖死煞車 什麼是防鎖死 就是讓輪胎不要鎖死 透過電腦 透過電腦來控制油路 點放式煞車 因為你輪胎鎖死的話呢 水量容易打滑 打滑就會失控 好 那這邊兩個圖 看到沒有 這兩個圖 上面這個呢 沒有配備ABS 輪胎鎖死 輪胎鎖死的話呢 它就沒有辦法轉向 跟地面上摩擦 產生的那個 摩擦就會產生煙 煙沉 那這個ABS 就是避免過度煞車 它可以 避免輪胎鎖死 可以穩定的 將車輛停住 那另外一種是什麼 CBS 前後輪連動的煞車 只要 左邊 或右邊 任一個煞車的話呢 它就同時能夠 把前後輪煞住 的一個設計 不過這裡有個彈書 它在 速度超過20以上 它才能做動 那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SBS煞車 這個也是改良版的 改良版 傳統式的CBS的改良版 那就是 都是跟煞車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 L這些設計 就是因為怕你 車速太快 那失控 那把這些設計 讓你車速 比較安全一點 傳統式的CBS 在煞車時呢 提供固定的煞車力道 容易造成輪胎鎖死 所以出現 不少的改良版的CBS 還有呢 VCBS SBS 等等 有電動機車的製造商 就採用改良的 CBS的 SBS煞車系統 在煞車時的時候呢 能平衡車身 提高它的安全性 我們講的那麼多煞車系統 就是速度快的時候才會用到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影片 它的差別在哪裡 交通部規定呢 在2021年 所有125CC以上出產的新車 全部要加裝ABS 可是ABS是什麼 你知道嗎 在輪胎旁邊的煞車盤 上頭一個洞一個洞 別以為它只是好看 但其實ABS的點煞 就跟這個有關 看看這個比較畫面 同樣是急煞 相對沒有ABS的就一打滑 所以往往會造成 像是這樣的危險畫面 其實交通部的規定 2019年元旦開始排氣量 125CC以上新出產機車 都得要加裝ABS 125CC以下的都要有ABS或CBS 2021年就算是舊款新車 也通通都要 但什麼是CBS呢 目前這款電動機車 加裝的就是CBS 也就是前後聯動煞車系統 一煞擋兩輪的概念 但是新車被強制加裝這個設備 坦白說羊毛出在羊身上 車廠一定會加價 至少會比以往新車價 多個1萬到1萬5 其實現在推出的新款機車 大多都已經有加裝ABS 但是也有人會問 自己就有款機車 想要加裝ABS的話可以嗎 已經超過30多年經驗的機車業者 並不建議自己加裝 而且平常對於ABS的保養 也是很重要 新政策的推出 一度遭到機車主的質疑 未來機車的車價 會讓人無法下手購買 可是安全跟價格之間 該如何取捨 政府已經幫你做了決定 東森新聞崔喜亞 吳怡靖在高雄的 參謀道 好這個就是有跟沒有的差別 但是還是回到一句老話 你速度慢的話呢 你就不會用到這兩個系統 那還有呢 安全距離 你跟車太近的話呢 你就會用到這個系統 測量潛力保養的部分 這個剛才影片 前半段的影片 我們都有談了 我們這邊就不囉嗦了 我們來看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我們來仔細來看一下 民眾手裡拿的這條是電動機車皮帶 本來規則齒狀的皮帶 中間開始有地方被磨掉 繼續轉更誇張 一整排被磨平 騎士跟朋友超不滿 因為機車才剛完成保養不到300公里 有問題 技師沒發現 讓他們差點跟死神見面一個狀況 看到這一段新聞畫面之後呢 他裡面有談到了 他有去做定期保養 那皮帶怎麼保養 皮帶只能觀察外觀 有沒有什麼損傷 有沒有起毛邊啊 有沒有歸類 他是沒有辦法保養的 這輛機車很多人在使用 而且皮帶很多人都常常壞皮帶 那就是代表這個機車公司的皮帶設計不了 那如果只有你會壞 別人沒有問題 那是誰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皮帶 應該說小小的技術啦 這是皮帶 那皮帶上面呢 就好像有齒輪一樣 Key啦 Key 我們圈圈畫起來這個是電動機車的皮帶 它有起毛邊的 有磨損了 也起毛邊的 那下面這張呢 這個齒呢 就不見了 就好像牙齒掉了一顆 以這種皮帶 它的承受力在哪邊知道嗎 在紅色畫的這個地方 受力點 皮帶的受力點 就是要拉動車子那個受力點 就在紅色區域這個地方 燃油車的機車 它的皮帶是長這個樣子 它的受力點在哪裡 它的受力點是在這個 黃色畫起來這個面 是整個面的喔 不是一個點 為什麼會這樣子 電動車那個齒輪為什麼會掉 因為加油的力道有差 你再重也有差 你再重 瞬間加油 起步快 它要拉動你瞬間要快 所以呢 就會造成這個齒 好像沒有牙齒一樣掉光了 它瞬間拉不動啊 受力比較重 那這種燃油型的 它是整個面 它是整個面在受力 它不是那個齒輪受力喔 所以呢 不一樣的設計 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家人覺得是它 使用機車的那個習慣不好 猛加油 路口 看到路口 起步就猛加油 承受的力量就大 它就會容易崩壞掉 因為它是橡膠做的啊 機車異常處理 就是說騎機車有異常狀況的話呢 就是要進出到機車行 進行檢查或維修 避免問題擴大 造成維修的費用 那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防禦駕駛的手冊 這是官方的資料 我們有做連結點在這邊 各位也可以連結看看裡面 到底講了些什麼 好 最後呢 機車是我們生活中 重要的代步工具 那我們不可以不知道 它的正確操作方法 更何況呢 這種工具使用上呢 會危及到 別人還有自己生命的安全 所以呢 一定要重視 好 今天我們結束我們的課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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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